我们要多造佛像 代表佛陀的身体 第二个呢 扶持佛陀的口液 那我们要多印经典 佛书去推广 第三个 扶持佛陀的心 那是代表什么 舍利塔 佛塔 转经轮 所以希望各位呢 我们要发起大造 大型的转经轮 小型的转经轮 大小的舍利塔 来放置在任何地方 让大家有机会 接触到佛陀的教训 佛陀的心 来圆满佛陀的身口力 阿弥陀佛 正好1965-8482 1965-8482 库民中华印经协会 接下来请收看 紫背心法语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 满怀慈心的人 因如何将慈心 散发到某个地方呢 正如我们对一个可爱友善的人 充满慈心 同样的 我们也应该将慈心 散发到所有众神神上 何谓慈心 即在众神心中是慈心的 慈心的行为 慈心的境界 不含敌意的慈爱 2. 满怀悲心的人 因如何将悲心 散发到某个地方呢 正如我们对于一个不幸 或罪恶的人 充满悲心 同样的 我们也应该 将悲心 将悲心散发到所有众神身上 何谓悲心 即在众神心中是悲心的 悲心的行为 悲心的境界 不存残悲心 不存残酷的悲心 爱友善的人 和爱友善的人 充满悲心 同样的 我们也应该将喜心 散发到所有众神神上 何谓喜心 即在众神心中是喜心的 喜心的行为 喜心的境界 不存嫉妒的喜心 四 满怀舍心的人 因如何将舍心 散发到某个地方呢 正如我们 对于一个既不是友善 也不是互友善的人 充满舍心 同样的 我们也应该 将舍心 散发到 所有众神神上 何谓舍心 即在众神心中 是舍心的 舍心的行为 舍心的境界 不存忧虑的舍心 五 他的作用是追求幸福 三 他所显露出来的是烦恼的解除 四 激发他的原因 是看见众生的可爱处 五 能把恶念去除 是他的成功之处 六 引发了自私的爱欲 则是他的失败点 六 悲心的特质是 一 促使他人解除痛苦 二 他的作用是 不忍心他人痛苦 三 他所显露出来的是 仁慈与怜悯 四 激发他的原因 是看见众生受苦时的无助 五 克制了残忍 是他的成功之处 六 六 引起伤感 则是他的失败点 七 喜新的特质是 一 一 能为他人的成功 感到快乐 二 他的作用是 续除 妒忌心 三 他所显露出来的 是 厌恶心的 解除 五 四 激发他的原因 是看到了众生的成功 五 克制了燕恶 是他的成功之处 六 引起作乐笑闹 是他的失败点 八 舍心的特质是 一 促使自己对众生 一视同仁 二 他的作用 是能看见众生的 平等素质 三 他所显露出来的 是平息了 喜好感与厌恶感 四 激发他的原因 是看到众生的业 了解 了解众生 是他们 所造的业 的 继承者 是他们 自己 选择 要不要 快乐 要不要 脱离痛苦 即 要不要 从他们 所取得的 成功中 堕落下来 五 秉除 厌恶感与喜好感 是他的成功之处 六 在生活中 引发了 对 无知的 毫不在乎 是他的 失败点 九 应该如此思维 雌星的 高尚特质 一 只为自己的 利益着想 不顾他人 利益的人 今世 得不到成就 来世 得不到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 愿意帮助 所有 众生 但 不慈爱 自己的人 又 怎么 能 赠得 涅槃呢 三 如果你 愿意 统领 大众 赠得 非凡的 涅槃 就因 先祝福 众生 获得 世俗的 福利 四 你应该想 但只是空想 是不能提供众生福利与快乐的 让我努力去实践 五 你应该想 我现在支持他们 促进他们的福利 过后 他们就会是与我分享 活法的 同伴 六 你又应该想 没有这些众生 我无法累积 达成 正觉的 必要因素 因为 他们 正是 修持 与 成就 佛性的 原因 这些众生 是我 积德 众 无上 善根的 无比 福田 所以 他们 是 至高的 崇敬 对象 七 你应如此 激发那增进众生福利的强烈心愿 十 为什么 因把此心 推广到所有众生呢 一 因为 这是悲心的基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当一个人 以无量心 来为众生 谋求福利 与快乐 要为众生 解除痛苦的心愿 会因此 变得坚强 稳固 三 背心 是 陈佛的 必要因素 是 陈佛的基础 根源 与 手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一 正如所有星星的光辉 合起来都不及明月的十六 正如在黎明前 正如在黎明前 心心散发出荒凉 同样的 为了能往生在善道而造的善业 比不上能使心解脱的 此心的十六分之一 这此心 所散发的光辉 超越了一切善行 慈心的功德 慈爱无限滋长 专注心念 观察轮回的宗旨 所受束缚便能减少 凭借纯净的心 向单一生命散发慈爱 就以足让他成为善人 凭借充满慈爱之心 圣者造了大善业 十三 得行圆满的人 不用故意想 愿我脱离奥会 因为 得行圆满的人 自然会远离奥会 远离奥会的人 不用故意想 愿我喜悦 因为 没有烦恼的人 自然会喜悦 十四 同理 心怀慈爱的人 不用故意想 愿我 拥有慈心 因为 因为心怀慈爱 众生之心的人 自然会远离杀业 远离杀业的人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会与众生邪恶缘 不与众生邪恶之人 自能感得护法神 永代 十五 悲鸣的能力是什么 悲鸣有四根支柱 一 慷慨不失 二 至上的善语 是反复地 向玄神专注的听众说法 三 最高的帮助是鼓励 激发 那些缺乏信心者 力信 缺德者 利得 令色者 故事 愚痴者 开启智慧 四 至上的与视同仁 是平等 对待 预留者 与预留者 一来国者 一来国者 与一来国者 不还国者 与不还国者 圣人与圣人 这就叫做 悲鸣的能力 阿弥陀佛 谢谢你 给众生的净土 让众生的解脱 阿弥陀佛 谢谢你 给众生的希望 让众生不彷徨 弘扬佛法 立众生 不论昼月 转法轮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 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 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 弘扬佛法 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 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 24小时 用卫星电脑 在全世界 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 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 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 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 还要立意众生 那立意众生呢 各位就要放生 不失 超度 失时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 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 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差不多去泰國超過一兩百趟 我每次都去泰國 那我去泰國有一種快樂是我一定會去的 以後我們去泰國就會坐船 去一個叫水上市場 那邊去玩啊 買東西 那橋上有一個老人 他戴個墨鏡後來才知道他是個匣子 但是他永遠坐在橋上 只要聽到船的聲音過去 他就會一直跟大家 Sawadika你好 變成導遊 都給我講 等一下那個看到了 然後大家都很興奮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看他揮手的樣子 後來才知道他是個匣子 但是他製造的變成一個快樂的觀光點 等我後來再去泰國 我聽說他死了 我們大家都很傷心 沒有人沒有在跟我們揮手了 但是我就有個題目 原來快樂是很單純 快樂不是說我一定要做格西 快樂不是我要做有錢人 快樂不是我要做看部 我才會快樂 快樂就是你很單純的去接觸別人 雖然他是一個匣子 但是他會給很多觀光客很快樂 自然是一個共同整個避免 雖然是一個努力的 天開圈 愛的明星 ark